我永遠記得我第一 就是第一次在POP唱歌的那個畫面 就是我那個時候是 就參加我表哥的團嘛 然後我就當女主唱 然後下面的人就在那邊 什麼七橋什麼 什麼二十 然後就很吵很吵 然後我就一直看我表哥 我表哥就說唱 快唱 先來唱 然後就這樣深呼吸這樣 就If I 然後再繼續唱 繼續唱 唱到那個 And I always love you 開始我真的 我很記得就是 有一週客人是 他本來是背對我的 然後他就這樣轉過來這樣看 就這樣轉回來 這樣聽了 像妳現在回台東家鄉啊 妳們的親朋好友 鄰居們 他們還是會把妳當巨星呢 還是會把妳當好朋友回來了 這個我要在這邊就是很 我自己很驕傲的說 就是我真的很高興我的親朋 就家鄉的就是 親朋好友嘛 親朋好友 還有我從小一起長大的同學啊 我回去台東就是回家的時候 他們從來不會把我看成是 巨星 對 就名字張或是妹這樣 他們都叫我小明 卡子嘛 就會說 卡子回來了 然後就會來跟我說話 然後我們晚上就會 大家一起坐在那邊聊天 唱歌 然後就會烤肉啊 然後那個時候我自己心裡面 我真的有好幾次 都會想哭的原因是 我太感動了 因為我在那個地方我脫鞋子 然後就是在那邊烤肉 然後大家都坐那個小板凳 那有的在唱歌 那有的在聊天 那在那個時候你就會想說 我前幾天還在那個幾萬人的現場 我好在唱 在那邊唱 然後我現在是在台東我的家鄉 然後打赤腳在那邊烤肉 跟我的從小一起長大的同學喝酒啊 或者是唱歌 可是然後他們都不怕我 都不會說好像說 不敢跟他講嗎 張慧綿妳來請坐這樣 都沒有喔 所以我就真的 我真的很高興 你們那部落有多少人 很多啊 演三萬多人 沒有啊 沒有啦 我們去教我們 你小了大概五六百吧 那五六百人對妳的態度 都是一樣嗎 對啊 我們都會打招呼 像我出門啊 去我們家那個巷口買麵啊 然後從小看我長大的那些 叔叔啊什麼 阿姨啊什麼的 即使他不是原住民喔 他是比如說外省人或什麼 但他從小是看我長大 然後都會就說 你回來了 有時候長大了什麼 我早就長大了 就... 就是都會打招呼啊什麼的 會這樣 來 妳回來 排隊 排隊 可是他們可能他回去之前 禮寧大會先開好了 大家假裝很不熟 沒有啊 就不要讓你改變了那個啊 沒有 是真的啦 阿妹啊 長大囉 回到家裡 Yes 阿妹Yes 沒有啊 長大囉 回家你也是什麼阿妹啊 沒有 會不會這樣 不會啊 你不要破壞他心目中的那個 不過對你來講是幸運的 因為那個其實也是你 紓壓的一種方式 你回去以後 我就是以前回到以前的日子 對啊 因為真的 你聽他... 我的那些同學們在聊天說話 你就覺得那個世界是不一樣的 這種感覺 像我們現在遇到的同學 有時候很煩 就會這樣 你不錯 你現在紅了 紅了 紅了 妳不錯喔 妳就覺得幹嘛講這個 對...我同學都不會 應該是講說 想上記憶的以前我們小時候 幹嘛... 那時候聽起來就很爽有沒有 人就會馬上把這個 現在的一些壓力把它... 跑掉了 對 所以你是幸運的 我很幸運 這邊我們為阿妹他們的親朋好友 跟家鄉人鼓掌 對 有時候像我們在組織節目 我們都會怕說 有一天我們組織節目 觀眾會不會不喜歡看 不去啦 覺得不好笑 那你會不會覺得說 會不會有一天 沒有人要聽我的歌了 你會不會有這種 幽默幽明的想法 對 沒有人要聽我唱歌了 哇 那怎麼辦 對啊 會不會就是有時候會想到 這一方面的事情 我想我應該... 我還是會找一個... 一個地方可以去唱歌吧 譬如說一個小的舞台 就你自己開一家店啊 好 可是沒有觀眾 幾個人都OK啊 一個都沒有 你還照唱嗎 真的耶 怎麼辦 就... 你一名搞了 你一名搞了 好 這樣很可憐耶 那就... 那家人一定會聽吧 不聽 家人都沒有講我聽 你太絕了吧 你這個我的感覺是... 不是 家人失望啊 為什麼我們家阿妹的歌 人家不聽了 生你的氣 我也不聽了 你怎麼辦 那這個應該會出家吧 出家 出家 廟裡不准去 你阿妹不要進來 你歌不好聽了 不來 好可憐喔 幫他想一個 快點 那... A team A team可以唱 我的店當然啦 沒有 路邊唱 不管你要不要聽 檢查生機把你抓走 關起來 沒有 就像日本一樣 日本有很多街頭藝人 對啊 街頭藝人 其實唱歌對你來講 是一個快樂的事情 所以說當... 對啊 當你有一個小小舞台在表演的時候 對你來講也是快樂 是啊 就是 我覺得 先不要想說 那個 你唱歌的時候有沒有人看 我覺得比較重要的是 你唱歌的時候 有沒有很舒服的在唱 你自己快不快樂 對 你自己快不快樂 會這樣子啊 對 其實就像伍佰他有時候跟我講 他說他還是滿懷念以前我們在那個 做那個Live House的時候 其實他說那個表演對他來講 是一個很快樂的事情 對 雖然說已經唱過幾萬人的場子 或是什麼之類的 對 那個是不一樣的 都不會去影響到你回到那個小小舞台上去唱歌的快樂 我永遠記得我第一 就是第一次在POP唱歌的那個畫面 就是我那個時候是 就參加我表哥的團嘛 然後我就當女主唱 那團裡面的人就介紹說 這是女主唱 今天第一次唱歌 然後下面的人就在那邊 什麼七橋什麼 是 是 是 然後就在那邊打鬧啊什麼的 然後我就在台上去 就覺得很緊張 因為你就想說 到底要怎麼唱 大家才會注意 然後我就唱 我的第一首歌 英文歌就是 I will always love you 然後那個前面不是都是安靜的嗎 然後他就 大家就很吵很吵 然後我就一直看我表哥 我表哥就說 唱 快唱 先來唱 然後我就說 現在嘛 可是很吵耶 他說就現在 現在唱 然後就這樣深呼吸這樣 就 If I 然後一唱出去的時候 就開始唱的時候 有安靜一點點了 然後再繼續唱 繼續唱 唱到那個 I will always love you 開始 我真的 我很記得就是 有一週客人是 他本來是背對我的 然後他就這樣轉過來這樣看 就這樣轉回來 這樣聽了 那這樣好不好 現在我們就 回歸當初的情形 我們那次那些酒客 這樣子 那你就是唱定 真的嗎 對 但是我們不要演 我聽得感動 眼淚都快流出來了 我們是蹲著 對 我們是蹲著 因為我們在舞台底下 不是 我們在舞台底下這樣才像 不是 你這樣 我會覺得我很像在那個 海口唱歌 因為你們這樣蹲著 不是 因為你在舞台上 那高度才對 好 趕快看 來 來 去 敲 對 來 快點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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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續 快 怎麼樣 像 不錯 像 好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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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開 太好了 這個時候就講過來了 沒有結束那種 沒有結束 所以當時你的心情就很開心 就很高興啊 被肯定 就覺得有人在聽我唱歌耶這樣 就越來越有自信 對 就越來越高興 然後就越來越大聲這樣子 可是他這樣講我剛剛真的很感動 很感動喔 對啊 對啊 你有這種感覺嗎 演戲演到大家回頭看過 沒有... 不出一場 沒有